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危险的动作 应该要吃牌的 王子明其实这下他的特点稍微发挥出来一点 就是他是需要跑起来踢的 刚才这种空间稍微大一些 他直接冲起来 也是狠狠地被踢了一点 这个动作其实真的很不好 绕空 还是李昂绕过了人墙 这个球就是刚刚打门的升级版了 李昂那把球传起来 漂亮 调整 倒在了地上 这个球 应该是一个明显的点球 应该是艾里奥在进区之内一个勾腿的犯规 勾倒了总学生 张希哲站在球前 看他的点球方向的选择 完全地骗过了门将 中国队现在2比0领先了 非常轻松的一个点球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香港代表队今天这两个丢球 都跟他们的后卫五号艾里奥有关系 第一个球就是艾里奥第一点给漏过去了 第二球就是他个人的一个犯规 另外一个就是换个打法 先看看这次漂亮的制裁类部 应该是一大宝的分球 再传起来 高球砸进去 艾里奥砸到了横梁上 维世豪非常可惜 这次进攻是由于大宝来 于大宝又一次发挤了进攻 放一般的球队哪有中后卫 带球带到这个位置 还送出一次高阵的传球 团中阵球给的也没什么问题 维世豪这次跟上去的打门 也都基本上到位了 就是把自己扔出来 维世豪在空中有个非常明显的斩辅动作 双方在中场 这个球权谁都没有能够很好的控制下来 再给中国队一次进攻机会吗 没有了 主台班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最终呢 中国队上下班场是各进一球 2比0击败了中国香港